虽然政府现在把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定位在单纯的宗教活动 但是各界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它的来访 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听灾区民众的想法呢 其实这一次的灾民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住民 他们信仰的是基督教跟天主教 不少人希望在佛教的法会之外 也能够为他们举办祈祷礼拜 另外更有人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重建政策 宗教活动并没有那么急迫 那马下乡的乡民离开住了将近20天的博光山产信中心 大包小包的行李和各界捐赠的物资 都要跟着他们一起搬到下一个安置点 因为他们对我们太好了 对 产信中心那个世界对我们太好了 舍不得对 师父也精心准备福袋 祭福他们不管到哪里都能身心安顿 因为生活上需要一些衣食无缺 所以我们准备了免洗块跟这个博光比 很不好意思他们就那么累 给我们吃 还有住真的很舒服很温暖 谢谢他们 让上帝保佑他们 谢谢 东西众创家园 紧急时刻爱心不分宗教 不过对原住民族人来说 还是自己的信仰最能提供心灵的安慰 白胡子白法高龄73岁依然气色红润的 是桃园乡眉山村的贾斯的神父 贾神父在桃园乡服务了25年 说得一口流利的布农族语 8月份他会故乡瑞士休年假 不过一听到村民的家园被土石冲毁 二话不说立刻飞回台湾和大家作伴 这次风灾 山上的重灾区大部分是原住民的部落 村民有七城左右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 民进党地方首长 邀请达赖拉拉妈来台为灾民祈福 原住民朋友没有特别表示赞成或反对 只是觉得他们比较需要祈祷会 我希望政府也尊重我们一个重要的信仰 做一个礼拜 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输点我们内心的伤痛 也有人认为完善的重建政策比宗教活动实际 什么宗教礼教我都不管 我最期望的是说政府单位 不要搞这些游戏 发发水灾重建条例 有没有想到我们原住民的处境 宗教祈福可以抚平受伤的心灵 不过灾民最期待的还是灾区的多元文化 以及他们灾后重建的需求可以被看见 记者 中文 陈显昏 高雄报道